接下来我们看看前面那位卖力肿的朋友 最后出现叫啥 我看这个还挺麻烦 叫眼眶蜂窝之眼 就是因为它和盈盈一样 说长完之后挤了 这个挤是不是也是错的 也是下意识动作 对 这也是下意识动作 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手窃 我们脸上长了包 眼睛上长了这个卖力肿 都愿挤 这很错误这个动作 有个疑问 就是刚才得卖力肿的那位朋友 他不是得叫什么蜂窝眼眶什么 什么眼 那是啥呀 就压根没听过呀 感觉还挺复杂的呢 这个眼眶蜂窝之眼 说白了就是这个眼眶周围 比如说我们的眼袋附近 或者是这个上下眼检附近 就是这个软组织化弄感染 导致的一种炎症反应 那么它如果没有及时去就医的话 可能会导致这个势力下降甚至失明 那么眼眶蜂窝之眼 它大多数都由于这个腹鼻痘炎 或者是肋囊炎 还有眼检 减板腺这个感染所导致的 那么如果在感染加重的话 在进入炉内可能会导致 海绵痘这个血神静脉炎 还有炉内感染 这非常重 可能会进ICU或者是死亡等等 表现是什么样呢 眼眶蜂窝之眼 它的表现来说非常明显 也显而易见 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是红肿热痛 我们这眼睛就像被别人打了一拳一样 如果这个感染在急性期的话 会导致眼检的上下眼皮是水肿 然后节目也会有水肿 如果感染再加重的话 我们这个眼球动不了了 就是说我转眼睛 只有一只眼睛会动 那只眼睛它无法活动 为什么脉力肿挤不了呢 就是一挤完就容易得这病 这也要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是因为脉力肿 它是一个肿 就局限在我眼检上的一个小脓肿 那么我们如果 它本身是一个局限性的 如果我们一挤的话 它可能这个脓被外力施加之后 就挤到眼睛来 到处都是 可能会形成眼控的蜂窝之眼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生理学来讲 脑子是靠心脏一根血管 来把血供到脑子里的 然后脑子也通过静脉来回流到心脏 那么我们面部静脉 它是一个没有静脉瓣这个东西 静脉可以回流 大家都常说 面部危险三角不能抠 那么眼睛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也是不能挤的 因为我们面部没有静脉瓣 我们血液可以回流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脓一挤之后 恰巧可能会让血液 回流到脑子里去 然后导致这个颅内感染 这样就非常危险